一輛從花蓮開往無堵的台鐵砂石列車 今天上午在宜蘭的永樂路段發生了出軌翻車 索性沒有人受傷 不過因為撞斷了高壓電設備 北迴線因此中斷不通 有上萬名旅客受到影響 編號7529次的台鐵砂石列車 不知道什麼原因 在上午9點20分左右 行進北迴線宜蘭永樂路段時突然出軌 其中兩截車廂嚴重翻覆 不但砂石都傾倒在鐵軌上 就連鐵路旁的高壓電設備也被撞斷 北迴鐵路瞬間宣告中斷 而受到火車出軌影響 花蓮火車站和蘇澳新站 擠滿了要南下北上的旅客 大家聽到要等到下午4點以後 才能通車都很不滿 大罵台鐵怎麼沒有一點危機處理的能力 那我又要坐區間車去花蓮呢 這個像話嘛這個 到下午4點開玩笑 那種我們的公務體系就得攤販了 這個小小的這個小小的攤販 或是速度就要等到下午4點 這是老民傷財 台鐵表示為了搶通鐵路 已經趕緊從花蓮基屋段吊派火車用的大型吊車 前往出軌路段清除障礙 下午4點以搶通單線 目前南北列車需靠車道調度才能通行 這個16點已經單線搶通 可能是恢復單線雙向通車 另外一線那應該是今天落月搶修明天早上 順利的話明天早上應該可以恢復雙線方向的通車 而根據台鐵估計 受到影響的旅客已累計有上萬名 其中90%都為大陸以及韓國旅遊團 而整起出軌的事件並沒有人員受傷 至於事故的原因還要盡待警方調查 記者溫家凱 歡迎報導